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25號凌晨一點 這個是今天 昨天8月24號有改版 這個不是講改版的東西 主要就是看一下說 我的維京戰斧終於五星了 但是沒有UR只有這個SRA 那就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五星的效果 他的五星效果就是說你在打疊的時候 就是四星的時候就是你 你在普攻的時候 你可以給人家上一層遲緩 有沒有這邊 有一個遲緩的這個速度 那五星就是說當遲緩到了這個五級之後 超過五級之後敵人會被冰凍 冰凍一秒鐘 我們注意看 這個對方的敵人會冰凍 可是一秒鐘真的超級快 這樣有什麼用 因為這遊戲好像怎麼講 他不存在打斷動作 因為那個冷卻時間還是會進 所以這一秒鐘真的很快 你可以看到對方冰一下 我們來看惡魔巨人 惡魔巨人是不是不會被冰啊 有有被冰住了 然後他只要一被冰住的那個遲緩就會降低兩層 然後每超過五的時候 他就會被冰凍一秒 但是就只有一秒鐘而已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沒有說 感覺不出來就是說到底這個效用有 有多大齁 應該就是說至少是可以讓 敵方出手慢 慢那麼一點點 可是感覺不是很明顯 我們看一下因為那個我這一次萬神寶庫的那個 什麼尖塔 有那個遲緩所以對方會緩緩的增加這個遲緩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說我有這一個 冰裝的話 再加上遲緩的神格有沒有用呢 可是現在感覺起來 這個冰真的 一秒鐘冰一下然後又沒了 好像有用又好像沒用這個不知道 反正那個怎麼講 這個 不朽重生之旅他就是你可以玩各種方式嗎 然後看看說怎麼樣打比較有用 那我也想說如果說配合這個冰裝然後再加上這個 遲緩的這個神格 因為遲緩的神格就是會慢慢的 讓敵人上這個遲緩的這個狀態 然後你再配合這個 維京戰斧的話 那加到這個5成以上的這個遲緩對方就會冰凍1秒 那這是冰凍1秒這真的是 真的是相當快喔 這差不多要冰凍吧 有冰凍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又沒了 又冰凍了 然後現在遲緩又變成3 然後又冰凍一下 所以大概就是 感覺不是出來就是好像非常強勢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維京戰斧的這個5級 在這個地方5級了 終於5級了 但是 抽了半天才是只有SR 好那影片就在這邊 如果說都抽不到怎麼辦呢 那沒關係啊 你那個 無線冰裝這邊冰裝慢慢抽還是可以累積這個非洲條 累積400就可以換這個UR了 那我現在是372 那這個東西他每天都會刷新 那也許有一天我慢慢慢慢抽然後累積到400點之後我就直接用400點換一個UR的這個 維京戰斧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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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